靠近一点 爸爸我们看是什么 香蕉 蛤 什么吃 香蕉 香蕉 什么 一 二 三 开 哇 狐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andy 来自Ivan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们 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 那可以升到就是通知铃铛 来收到最新的影片 好不好 你们知道呢 我的爸爸生日了 我在Instagram和Facebook 有放上照片 给你们还没有关注我朋友 可以到这个网站 来关注我好不好 订阅我 IvanBaking 或者是 Ivan777 就是我的Instagram 看啊 好不好 那么呢 好 我今天我要做什么蛋糕 给我的爸爸呢 每一年我都做吧 都可以给他做到有一点 有一点 腻了 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所以呢 我爸爸非常非常喜欢 BANANA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想到一个方式 把两个东西抽在一起 就是CHOCOLATE 还有BANANA 我从SECRET RECIPPE那里 得到inspiration的 所以呢 我就尝试了做CHOCOLATE BANANA CAKE 就是巧克力香蕉蛋糕 那么呢 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可以说 当巧克力蛋糕那么的潮湿 又加上CHOCOLATE NOOSE 中间放了那么那么多的这个香蕉的时候呢 香蕉冰冰凉凉的 吃起来就真的是好像Ice cream一样 很好吃 而且我的爸爸非常的喜欢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一起开始了 好 一开始我们先来做CHOCOLATE NOOSE 在个杯当中加入黑巧克力 还有非常热的奶油 那么你可以拿去microwave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给你的黑巧克力融化 搅拌到它们完全融化了之后呢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CHOCOLATE GANASH 或者是巧克力酱 放一旁让它凉透 然后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 加入非常冷的奶油 我们要用打扮器来打扮 那么打扮到它们差不多稍微浓稠了一点 不过还有流动性的就可以了 好 在这个时候呢 拿一个塞子 然后把你的糖粉过塞进去 这样子可以免掉这些颗粒 好多颗粒对吗 好了之后加入香草精 然后继续的打扮均匀 这次呢你会开始看到纹路了 那么打到它稍微有纹路之后呢 你提起搅拌起 它会有一个小弯钩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刻 把你刚才冷却的巧克力酱CHOCOLATE GANASH加入 然后趁这个巧克力还没有凝结之前 要赶快把它们打扮均匀 你就会看到你看 那个颜色转变 从白色变成可可色 然后打扮到它们浓稠 纹路也开始明显了 就可以了 你提起搅拌器的时候 它有一个尖角 而且呢是spreadable的 你看 刀可以这样子拿来 它还是有一点流动性的 现在呢准备这个非常潮湿的巧克力蛋糕 我上面有食谱影片 让你们看看 那么我准备了两个6英寸的巧克力蛋糕 然后把上面这个凸出来的部分切掉 之后把一片蛋糕切成两成 所以呢总共有四成蛋糕 不过这个食谱我只用了三成蛋糕 其余的你可以自己当成零食来吃 好现在准备12条迷你香蕉 我用这个迷你香蕉 今天因为呢它非常的甜 非常的适合来做这个食谱 那么把这些皮都拔开 好在一个6英寸的这个蛋糕模具当中呢 加入你的plastic acetate 之后放入第一层巧克力蛋糕 然后在上面呢 pipe上你的巧克力慕斯 就是chocolate慕斯 用这个piping bag 或者是这个阿表发袋呢 来pipe 慕斯会比较均匀 而且方便 那么用刮刀把上面刮平 现在加入你的迷你香蕉 我就把整条这样子顺序的排列下去 直排还有横排 那么一层大概放六条的迷你香蕉 之后在上面盖上多一层的巧克力慕斯 好了之后加入第二层的巧克力蛋糕 之后再重复巧克力慕斯 chocolate慕斯 然后再加入奇异的六条香蕉 然后再加入巧克力慕斯来盖这枝香蕉 然后再加入巧克力慕斯来盖这枝香蕉 好了之后呢 加入最后一层的这个巧克力蛋糕 好 敲一敲之后放进冰箱隔夜冷冻就是freeze 隔天呢 就把它们拿开 那么就可以开始脱模了 我有盖上一层的保鲜膜 因为它会结冰 把这个结冰的部分刮开 之后开始脱模 好,把这个plastic acetate拔开 好,现在把这个剩下的巧克力木丝 在上面还有旁边都给它 把它包满整个的蛋糕 涂完了之后呢 用刮刀就是scraper 来把它们刮给它平 上面也是,旁边也是 刮得平平的 等下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好了之后呢 再放入冰箱来冷冻大约一小时左右 这样子 等下你做它的外层的时候就很漂亮 现在我们来做外层的那个巧克力 glaze 或者是chocolate ganache glaze 那么一样的方式加入巧克力 还有你的奶油 之后呢 拿起隔水的方式 就是water bath 然后用中火来加热 加热到这个巧克力完全的融化 这样子顺滑为止 现在加入无盐牛油 你看这个感觉非常的好 用刮刀呢 把它们全部刮下去 那么多余的就会流去旁边 把它整个蛋糕盖满 然后刮平 稍微刮一刮就好了 不要刮得太过分 要不然的话 它的巧克力就会开始凝固 上面也刮给它平就好 那么呢 剩余的这些巧克力墨湿 我就拍一些在上面 来做布置 之后我用我的巧克力布置 就是chocolate decoration 我上几个礼拜有做这个video 那么这个巧克力布置呢 看起来蛮复杂 可是非常非常容易做而已 所以呢 希望你们可以尝试看看之后做 在它上面跟旁边 我都加入了这些巧克力布置 它提升了整个蛋糕的这个quality 好像很class的感觉哦 加入一些小金球 然后还有happy birthday sign 我很喜欢这个happy birthday sign 因为呢 它有灯的 很漂亮哦 这个video已经开始了 怎么你顶去 我要给你猜你都激 所以我要你光眼睛 等一下妈妈会拿一个东西给你问 让你猜看那一个是什么哈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那爸爸闻看的是什么 金椒 蛤 什么 金椒 金椒 什么 一二三开 起来 好累哦 三 准备什么 二 什么 三 开心啊 吐 你 哦 哦 哦 这个 这个 美丽啊美丽啊 哦 这个大这个好料这个 那你转过去给他们看 这个高规的嘛 端的端 你怎样放呢 厉害啦 啊 买的 哈哈哈 就是 - 歐陽開 - 祝你生日快樂 - 祝你生日快樂 - 祝你生日快樂 - 這個是極多鐘? - 這個是極多鐘? - 你猜一下姿態嗎? - 八隻姿態嗎? - 這個一刻幾個 - 哇 ! 這個鐘... 2kg 1.6kg 1.5kg 公布答案 2kg 是不是很重的一个蛋糕 非常扎实的一个蛋糕 现在要切里面来看看了 很迫不及待 你们看 哇 很漂亮的层次感 对不对 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香蕉 还有巧克力慕斯 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 那跟那个secret recipe的chocolate banana cake 看起来非常的相似 现在要准备来尝试了 你看 一口当中含有这个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慕斯 还有这个非常juicy的香蕉 好 放这个新鲜的香蕉 熟了的香蕉会更好吃 那你先吃 嗯 好吃 好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果果好吃 嗯好吃 你有吃过secret recipe 对不对 哇 香啊 香不香 有点香哦 Ivan 好不好吃 哇好嘞 可以很甜又好嘞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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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好吃 你不喜欢甜甜的 好不好吃 有香蕉 好吃 你怎样甜哦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Bye 好吃 香蕉给我用完去 真的是香蕉所有的都给我用完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食谱就尝试 还没有看我上个礼拜的video 请记得观看 还能订阅我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个礼拜再见 Bye Bye